这几天很多人让我玩一下沙漠地图 玩一下就玩一下吧 这局我特意费了个人多的地方 皮卡多 我平时都不怎么玩这个地图的 打不过那都很正常的事 这主要吧 没有草丛房子也少 像我这种顶级的伏地膜 没有房子我可以忍受 没有草丛 趴地上不踏实啊 装这么多枪还不下 我怕是拿了把假的也可以吧 这家伙肯定会绕到房子后面来打我 哎哟 这两家伙还是挺高 但我不存在呢 既然你们这么喜欢盒子 不如自己编一个试试 我去 大哥哥 我小梦对编盒子一试 不是特别感兴趣 山沙也没啥值钱的装备 不如你先问问其他人吧 女子报仇 就得精快 时间不等人的 去完了就更打破了 nice 就是他 圣巴别 还不赶紧回家带娃圈 小心贵错一板哦 把终于有m4了 又来来吧 还好是分开走的 要两个一起来 还真 不一定打得过 我还好是分开走的 我还不赶紧回家带娃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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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就知道他会过来的 这不让他多活一会儿 有点游戏体验嘛 狗仔我就不要了 你自个儿留着吧 最终我以13杀的优异成绩 夺下了皮卡多 刚出门就收到 光自己来的贺莉 只可惜我不喜欢LG 我还不赶紧回家 觉得草里还藏了一个 事实证明 要相信自己的第六感 还有三个人 哎呀 完了 两两月 所为你四年成 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喜欢小木的话 记得留言点赞哦 下期见 拜拜 拜拜